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个今天要和大家讲下 打第二剂疫苗的情况 第一剂我是打辉瑞 第二剂也是辉瑞 但是加拿大因为疫苗 现在现时将辉瑞 给12-17岁的青少年用 所以很多我们打了第一剂 辉瑞的第二剂 都要我们俗语说 就是打Moderna 究竟打第一剂 辉瑞第二剂 Moderna有什么反应 就和大家分析一下 而我自己一家人 都是第一剂打辉瑞 第二剂都是辉瑞 我先生和我的小孩 打第二剂辉瑞的时候 打完完全什么反应都没有 在48小时之内 未够两天 他们一个早上跑21k 半个马拉松 我先生在校园做了4个小时 随从拔草 剪草剪裂 劇烈的工作 我自己打完之后 当日没事 第二天 我就有发烧了 37.4 肌肉的关节 一直都有痛 所以在这方面我明显痛多了 但是有一个特别的现象 可能其他朋友没有 就是我在第二天 发烧之后 当日我的肌肉都没有问题 没有痕 但是在我第三天 即是星期一打的星期三 晚上我的手掌是红肿 很痕 因为我吃了两个 云吞里面有虾 这是我自己的分析 但其他人可能 皮肤没有问题 我以前也没有皮肤敏感 但是竟然我今次 就是手掌红肿痕 那我就洗完了 立即用蛇粉去撑一下它 然后用冰袋敷一下它 那我也可以 不需要服药 至于我另外 我姐夫一家 我姐夫80岁了 儿子和媳妇50多岁 孙子 二十多岁 他们全部一家 第一剂是辉瑞 第二剂 他们全部要混针 打Moderna 我姐夫本身是严重的心流症 不停地观察需要做手术 他是完全没有反应 第一针和第二针都完全没有反应 而我的儿生和他太太 太太完全没有反应 我儿生当日打了 他就立刻出街 觉得没事 但是呢 第二天他就说 他又出街 但是觉得很累 有微笑 所以他立即回家 要休息 第二天他就发作了 而我的儿子 二十多岁 一个正在读大学的青年 他打完第一剂 他就立刻去了隔离屋 开派对吃饭 而他当晚就发高笑 出了很多汗 全身湿透 是分碎了十多个小时 到翌日下午五点才醒醒 所以每人的反应不同 很多朋友就说 是不是我没有打到这个疫苗 是打了生理盐水呢 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怀疑性 其实呢 专家就说 第一针 你身体打了 没有反应 但是你已经有了抗体 当你接种第二剂疫苗 你的身体 就可能产生更大的免疫反应 所以你第一剂没有反应 第二剂你也会有反应 而我打的时候 是医生跟我打的 他问我 你的情况如何 我说我第一剂完全没事 他说你第一剂没事 第二剂你也要留意这几天里面 你有的反应 是可能是明显的 而在新加坡 6月27日 有个16岁的青少年 他打完第一剂 这个辉瑞之后 他六天都没有问题 他跟着呢 他就去做健身运动 他举重 他的重量是比他本身的重量 而他当时就导致他的心脏躁停 进了ICU了 所以很多专家就强调 打这个疫苗 是有相关的心肌炎的病例 不过很多病征都是轻微 而且能够是顺利康复的 但是这位16岁的少年 他做一个剧烈运动 就可能引致情况恶化了 所以现在已经有提示大家 无论你第一剂第二剂打完之后 在一个星期之内 30岁以下的朋友 不要做剧烈运动 尽防好像这个个案出现 为什么有些打了完全没有反应呢 我们这里的医生就公布解释 当你是年岁高于65岁 你是可能没有反应 同时如果你是免疫力低 比如说我们器官移植病人 我们免疫力低 有某些病症需要服药 那服药的副作用 就是压低你的免疫力 这方面免疫力低的 他的反应也是不明显 甚至完全没有的 但是医生就说 就算你没有反应 并不表示你完全没有保护力 不过你的保护能力 是跟健康人士没有那么多 人家有90% 可能你只有几十 所以建议 这些免疫力低的朋友 打完你的第二剂也好 都要戴口罩、勤洗手 和和人保持的距离 是以策安全的 希望大家能知道 你打第二剂的时候 有什么反应 心中有数 你就没有那么恐惧 最主要的就是多些休息 喝多些水 用喜疗妥查一下 你的针口位 你就会没有那么痛 希望大家能安全度过打第二剂 多谢你们的收听